饭店隐匿疫情 爱六十人吐泻住院 吃饭不好看 好看 漂亮漂亮 台中的武林农场 冬天有机会欣赏雪景 而现在正逢櫻花季时期 上万株櫻花绽放 缤纷灿烂 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银 没想到有民众住进武林 富野度假村 却疑似感染诺罗病毒 七岁大的儿子与妻子 先后呕吐腹泻 就已发现 共有三组家庭出现类似症状 但只问饭店 对方轻描淡写表示 有员工得了诺罗病毒 饭店已消毒 员工有戴口罩 影响不大 不过台中市卫生局 昨天已要求度假村停止公餐 住客只能吃外购的炒饭 炒面 分量又不足 让住客气得痛骂饭店 为了赚过年财隐匿疫情 到昨天为止 有多达六十名游客 五名员工 出现上吐下泻和发烧等症状 诺罗病毒 是一种急性肠胃炎病毒 经由口鼻进入胃后 会造成胃黏膜肿胀发炎 病患会出现呕吐 发烧症状 一旦病毒进入肠道 会影响吸收功能 并刺激肠病 分泌过多水分 导致病患水泻 台中市卫生局表示 已派人采员工检体 等报告出炉 就可确定 是否为诺罗病毒引起 消防官者痛批 业者隐瞒不负责任 可依法开罚并移送法办 众新闻综合报道